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进行的探访报道 我身边就是亚万高铁高速动车组 那它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内饰设计 都体现出非常浓郁非常鲜明的印尼本土元素 我们能看到整个这个外观的设计是呈现一个流线型 而且它的配色是这个银红相间的 那这个银色呢是非常有现代工业的质感 这个红色呢其实是取自印尼的国旗红 而且呢我们能看到在车头门脸和车厢连接处呢 是喷绘了不同深浅的红色多边形的图案 那么这个也是仿自印尼国宝级动物科莫多隆的纹理 我们看到亚万高铁高速动车组的外观设计呢是十分个性的 那我们现在也赶紧进到车厢里 来看看车厢里都体现了哪些印尼本土元素呢 我们能看到亚万高铁高速动车组上的这个车厢座椅的颜色呢 是有三种 是这个灰色红色和蓝色 那么在VIP的座位呢 它的这个颜色设计呢就是灰色 那这个灰色啊是来源于印尼举世文明的婆罗福图佛塔 那一等座呢是用了这个深红色 深红色刚刚我们也是提到过啊 它是取自于印尼的这个国旗红 那二等座呢它的这个座椅的颜色是灰色蓝色相间的 其实这个呢是体现了这个印尼的海滩文化 那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座椅上是设计了这个印尼巴迪克风格的这个祥云图案 那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啊 他们整个的这个外观包括这个内饰的这些图案的设计呢 都是国内的这个设计人员亲自到印尼去采风 然后综合设计了这些非常好看的图案 其实这里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设施 也是符合了当地旅客的这个出闲习惯的 那就像在这里啊其实是有这个湿度控制的功能 那不仅是说可以把温度控制到26摄氏度以下 而且呢湿度也可以控制到60%以下 因为印尼当地大多都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环节 那这样控制温度和湿度呢 可以让这个旅客们他们出行这个体感也是更加舒适的 像这种符合印尼当地习惯的设计啊还有很多 比如说哎我旁边这里多出来了一个小房间 里面不仅是说可以存放这些大件的行李 那同时啊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祷告的场地 那这也是非常符合印尼当地旅客的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的 那我现在啊也是在一条这个试乘线上啊 那在这个试乘的过程中我也是感觉到 它这个运行起来是非常的平稳的 而且呢噪音也是比较小的 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呢是非常好的 那么从本月开始啊 亚万高铁高速动车组的所有的列车 也就是要陆续的向印尼去发运了 那我们也是期待着亚万高铁能早日投入运营 在订阅上